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小猴子的活泼消失了。 打扮是越来越成熟,干练优雅了不少。 很多网友应该发现杨子最近改变了风格,不再走少女路线,服装搭配越来越成熟。 不过,杨子的身材领域比较广泛,无论是成熟的大女装还是少女的甜美风都很容易驾驭。 这样的时尚感真的很棒。 白色不规则印花上衣,睡衣风格设计独特,松散松散,大气简约。 白色底色上黑色印花,黑色线条衬托出的设计感。 V领的设计凸显出修长的薄梗和精致的锁骨,杨子的编发也增添了气质。 下半身和黑色的长裤搭配起来很成熟呢。 上下长度地穿着成为完美的比例,长腿更加突出。 脚穿粉色尖头高跟鞋,正好与粉色包相得一张,风格独特。 机场出现的是白色系类,身着精致大气,身穿简单的白色T恤,身穿白色牛仔裙,与短裙相似的白色牛仔裙,穿着衣服,玩着失踪的时尚感。 脚上是白色的运动鞋,白色的中长筒袜,黑色的棒球帽和黑色的链条包相呼应,这黑色和白色的裤缝里充满了气场。 单肩单粒粉连衣裙,小巧秀气,精致锁骨和直脚手臂更是拍得非常好,简约连衣裙,细腰板形呈现身体曲线,肩部锁骨发丝整齐。 蓝色的一个字的肩膀,搭配白色的吊带,下面搭配白色的树桶长裤,很有厚重感。 上前和下后长短的设计和长裤的组合,脚看起来完全不短。 白色和蓝色的配色很大气,养子简单的丸子头显示出精致的气质,整体造型很女性化。 身着白色礼服的裙子,气质洋溢,半透模的设计增添了时尚感。 修身养性,在裙子的下摆装饰羽毛,闪耀美丽。 所有人看起来精神饱满。 搭配金色手提包优雅精致,成熟不失高级感。 黑色连衣裙简洁大气,腰部细带的设计凸显腰部,提起腰线,展现纤细笔直的长腿。 脚踩黑色平底鞋也能看出,养子的身材非常高,是非常寒流的搭配。 男星不愿和养子拍吻戏。 听到李线说的原因,网友,真像了。 在娱乐圈当中,大家为了拍摄电视剧总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,尤其是很多的青春偶像剧,可能会出现非常亲密的动作,吻戏是经常见到的事情,但是对于明星来讲,这些事情真的已经司空见惯, 但是娱乐圈中的男星却不愿意和养子拍吻戏。 我们都知道养子作为童星出道,他在《家有儿女》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演技,虽然说他总是觉得自己长得非常不好看,但是他的颜值也是无可挑剔,而且是那种非常耐看的类型,可是无论是张一山,林更新还是李线,都表示不愿意和养子拍吻戏。 之前有传言说养子拍戏的时候喜欢吃大蒜,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只是谣言,李线在采访的时候也表示,不愿意和养子拍吻戏的原因,主要是他太像个男孩子,你很难想象和自己的兄弟,拍这样的镜头有多尴尬。 我们都知道养子性格真的是非常大大咧咧,总是会和娱乐圈当中的艺人快速地处成兄弟,当年他在宣传香蜜沉沉尽如霜的时候,半个娱乐圈都为他打扣,就可以看到他的异性缘有多好,一切的说法真的是一语道破了真相。 网友喊话,姑娘收脸收脸吧,你这样咋找对象啊?李线养子恋情遭曝光。 网友直呼表示,为什么不早点说? 李线1991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,2012年因参演电影《万剑川新出道》,又于2019年参演热播剧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,饰演帅气的韩商言而吸引了一大波迷妹,有不少网友表示想知道怎样才能成为李线的线女友。 当年的李线和帅子一点都不沾边,160斤的体重一直被同学嘲笑。 直到高三,因为学业压力让李线瘦了下来,当年高考不理想的李线选择了复读,第二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,和杨子、张艺山等人成为了同班同学。 毕业后的李线参演了许多影视作品,但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。 自从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播出以来,大火的男主李线和女主杨子,一直都是被吃瓜群众们误认为现实生活中他俩也在一起了。 主要是在《亲爱的、热爱的》这部剧中两人实在是太甜蜜了,吼甜吼甜的让人无法自拔。 再加上杨子和李线两人在私下的互动,也让吃瓜群众们非常看好,所以也有不少的网友就催促着他们快快地在一起吧。 而在一些平常的照片和私底下的爆料中,也可以明显地发现,李线和杨子对于彼此的好感度还是很高的。 而且两人在私底下的关系也非常好,至于有没有超过朋友的关系就不得而知了。 毕竟两人也没有正面回应过。 而与杨子合作过的欧豪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也看了这部剧,在采访结尾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两人,欧豪说著你们幸福,无论这是在开玩笑还是真实的,无疑欧豪的这句话又一次点燃了舆论的热点。 对欧豪说的这句话也是有网友表示,为什么不早说? 不过小编认为吧,欧豪并没有直接说明杨子和李线的关系,说不定只是为了娱乐效果呢? 所以啊,广大吃瓜群众们还是静静地等着杨子和李线最终官宣吧。 现在两人都说只是好朋友,就大家就当作只是好朋友就好了。 有一次李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被问到,你和杨子在拍戏的时候,那一刻你会心动吗? 他的回答也是绝了啊,说,你让我对我的兄弟心动。 太直接了当地回答引起爆笑,不得不说也是心疼杨子两分钟啊,真的是又一个成为哥们的女性演员啊。 这两人作为大学里的同班同学,现在来看,两人应该在大学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了吧? 以往我们总是习惯把杨子和张艺山放到一起,如今和李线的关系将会怎么样发展呢? 对此你希望是怎样呢? 欢迎到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